安播足球快信,2021年5月26日,欧足联已对欧超三队作出行动,欧足联官方发布公告更新欧超联赛一事的调查进展。 公告表示,欧足联纪律委员会在对超级联赛计划进行调查后,已对黄马、巴塞、早计可能的违规行为,开启了纪律处罚程序,进一步的消息将在未来公布。 在之前,欧足联对欧超联赛,其他9队的处罚已经明确,9支球队会被扣除单赛季5%的欧战收入。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,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,和赞我们的专页。 随时随备看好球。